刚刚已经见了一个 这个点名和单价的一个表单 那现在我们要让它整个画面 都先见出来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 在这边点名和单价这边点下去 就代表说要买那样东西 要买那样东西的话呢 它会把它的名称单价放在这里 然后让你确定这一样到底要买几个 所以就是数量要用上下键就可以选 也可以自动打 然后呢接下来 它会自动算出价钱 比如说这个珍珠奶茶35块 那六个的话它会自动算出210 那这时候如果你按加入 按加入的时候呢 它会把整笔的资料 放到这个下面的这里来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点这里 然后让它进来 进来再调整数量算价钱 加入之后就把它这里来 那最后呢 它这个总价也会自动计算 算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出单 就可以出单了 然后这个东西让人最后你如果想要做记录 那就存在档案或资料库里面 都可以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这样的画面 那我先把这一个稍微弄大一点点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做的是这个画面 所以我还需要再一个Data Preview 先把它拉出来 然后需要一些 这些东西 我现在拉一个Data Preview 出来 Data Preview OK 那拉出来之后呢 OK 这里 我们一样可以再加入Color 而且这次的Color呢 就不止两个栏位了 会有四个栏位 这四个栏位是品名单价数量小计 所以我们在这里叫做Data Preview 所以有Order Order就是订单 好 订单 好 然后呢 我们选它的Color Color 就是蓝 那我们加入一个蓝 这个蓝呢 一样是品名 所以就Color Name OK 这时候呢 冲突了 名称冲突 所以名称不能一样 那我们就叫做Color Order Name 我们决定一下 如果这里才是写什么名字 看一下 Color 那我们呢 这样才不用再尾再去处理 不过 不过好像没有用到 所以应该没有关系 所以 OK 我们是直接按所以 所以没有关系 那就叫Color Order Name OK 那这边呢 标题文字就叫Ping OK 按加入 接下来呢 第二个 就是单价 那这个呢 就叫单价 这它就是现在的 就是单价 一个东西 哪一点 第二个呢 是 数量 对 嗯 嗯 嗯 合理 嗯 嗯 第四个 是 降细 四個老闆 因为就都有了 按确定一下 品名、单价、数量、小计 这边就都有了 稍微调整一下大型 这样有了之后 我们大致上 你可以执行一次看看 那这边我们刚刚有填东西 这边没填东西 这边就应该是空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 上面这些都加一加 品名单价、数量、小计的level 先加入 然后 再做别的视频 所以我们先 拉一堆level 而且最好设一下字体大小 否则太小 那这个level 这个字体大小 我们把他的bund射一下 bund 现在18.5 就太小了 而且我们中文字体射一下 我们射标配体 那我们射到18 应该让我们会太小 OK 好 18 我们看起来OK 好 对 好 那我们先把他的 level 都弹上去 每一个都贴3 在level2 好 那我们先把他的 都弹上去 每一个都贴3 在level2 所以不止贴3 所以不止贴3 总共有4个 最后还要放1个按钮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level 的 4 稍微改一下 好 这些level 我就不命名了 因为 不会用到调整他的内容 好 那贴3 加数量小计 就上去 最后我们会在这里放一个按钮 加数量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 这个按钮 其实这个用level也可以 不一定要按钮 你到底是买什么 或者是用testbox也可以 所以我们用testbox 我们这四个都用testbox 看起来比较一致 所以我在这边 OK OK 四个都 第一个先用testbox 单纯的testbox OK 这个testbox 第一个 然后这里 这个是平0的部分 我们改一下自己 这样子 这个 这个 叫testbox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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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这个 这个 单加按小计 要用testbox 所以我们就把单加按小计 小计 也拉好 小计 但这样以外不会很长 因为最多可能三类数 小计也拉好 小计也拉好 小计可能会长一点 稍微太大长一点 那 那 数量呢 我们应该要放一个 Numerical up-down Numerical up-down 就是那种 可以 上下 可以 可以 上下 这里 Numerical 那么大 拉出来一下 同样的 应该要调整一下 宽度 字形之类的 那这样 我们把字形 调成16 那 字体 这个就没关系 因为它是个数字 所以不用摄成中文 Numerical 数量应该 不用太宽 因为 不太冷卖 三百倍 所以 最多三个字 应该是够 好 OK 以名单架 数量小计都有 这些的名字 这个Name 这个 名字 不对 S plus one 比较 S plus five 那这边叫做 Numerical up-down Numerical Numerical 然后呢 这边叫做 S plus Subtotal 好 OK 那最后 我们再加一个按钮 就是那个 加入 一样 稍微 改一下名字 然后呢 然后呢 设一下字 然后呢 设一下字 好 这样子自己设好 好 这样子自己设好 好 OK 那这样子上半部的部分差不多设好 就可以调整一下 让它稍微在中间一点 好 OK 然后呢 下面我们还要算一个总降 所以呢 我还得再加一个按钮 Ctrl-C Ctrl-V 都可以复制 那这边呢 就 改成叫 8分 Potal rise 那下面呢 这就 改成总降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再加一个总降的 数字 所以就这里 一样 把它改成 叫做 这个就 文字就不用了 文字一开始 用0 0可能会好一点 那 这里呢 S-Buzz Auto-Buzz 好 这样子我们的 画面就差不多 OK了 但是这个数量 一开始 我们把它调成1 好 因为预设应该 是1嘛 预设领怪怪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调成417 嗯 你修备 嗯 好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 大致上 有一个雏形出来 但是呢 它还没有就是功能 它还没有功能 所以它点了 都不会动 好 那我们先 做到这个雏形 那这个字 你也可以调成很大像 如果你觉得太像 之类 那先请各位呢 先做到这样一个 画面出来 我们待会再来 做诚识的部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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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